用柯州华人的声音来说柯州不同时代华人的故事 我们的柯州 我们的故事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都是 跟我的内人都是在成大 我们在成功大学的就学 我是1970年考进成大水利系 那我内人是1972年考进成大的公款区 所以我们在成大认识之后呢 那我们就在成大完成我们的大学学院 因为我们相遇在成大 然后也结识在成大 所以我们在成大有共同生活两年的经验 所以这个是当初成大工学院的工学路 这个是我们当初的生活中心 我们每天都是以骑脚踏车在校园里面 我在成大读的是 我们刚开始是硕士 而是学士 我们刚开始是大学部 所以我们四年以后呢 我大学毕业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1974年 那1974年毕业之后呢 我当时是希望能够在学业上再能够精进一步 所以我对研究所呢 就加倍的努力 那我们当时 不过我们当时在成大的生活呢 大学四年的生活 我们还是非常丰盛 所以我们在社团里面呢 我本身对戏剧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们有平剧社 有化剧社 那么我们也有辩论社 那么后来我在考研究所的时候呢 成大陆区我在海洋组 那么台大呢 录取我在水利组 所以后来我决定呢 北上到台大 所以我从75年76年 两年 就在台大的提务系 完成我水利工程的塑制学位 那我在台大的两年 第一年呢 第一年呢 我就把硕士学科的学业 课程全部都修完了 所以第二年呢 台大给我把我送到 中央研究院的物理所 那么在物理所里面呢 我就跟好几位 国外回来的专家学者 学习呢 数值计算的方法 特别是在流体力学 那在当时呢 需要用到中山研究院二所的电子计算机 所以我一个礼拜有两天 要到桃园的中山研究院的二所 其他的三天呢 要呆在中央研究院的物理所 那我在这两个研究机关里面 所碰到的学者学人 对我后来都有相当多的影响跟帮助 那我在我在中山跟中央工作一年 我就完成了一项三年的国家会的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研究 以流体动力学的观念跟方法 用数字模型来计算 台湾的台风到底跟中央山脉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篇论文是台湾在当时 第一篇用电子计算机 能够算出大气台风的流动的方式 在当时呢 是很难能可贵的一篇文章 跟这个研究 那对当时的空军气象中心 中央研究院的物理所 都很有价值 所以经过中央研究院的推荐 所以我当时就在台湾的论文竞赛里面 联德中国工程师第一名 奖状跟奖金 土木第一名奖状奖金 水利第一名奖状奖金 那么在当时呢 因为我在 我的这个研究呢 对当时的空军的安全 飞行安全非常有帮助 所以奖金国先生 在当时是行政院的院长 所以他特别招敬 而我当时还穿着军装 因为我在台大硕士班毕业之后 我需要到公民学校去服役两年 就是因为这个机缘呢 公民学校呢 在我基本训练完了之后呢 就把我留校 然后我在公民学校当教士 所以完成我两年的在台湾的兵役 那么我在公民学校里面 工作的时候呢 中山跟中央的 两个研究所的许多司长 不断的提醒我 应该到国外去进修 所以他们对我不断的鼓励 也给我很好的推荐 所以我前年后拿到五六个奖状奖金 那么最后呢 我选择到University of Illinois 工读都市防洪 移民救灾工程 我在台大是1975跟1976 台大毕业以后呢 我服役的期间是1977跟1978 那么我1977年的下旬结婚 然后我们抓紧时间 在1978年出国的前一个月 我们老大呢 我们老大呢 降世 所以我们把老大留给我的父母 虽然对我父母是一个负担 但是当时我父母非常高兴 所以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呢 先到University of Illinois 一边工作一边完成我们的学业 那当时因为我是拿University的奖学金 所以我的学杂费全免 有一个微薄的薪水 然后我太太呢 也是以州里面的居民来交学费 所以对我们来讲University of Illinois 给我们的条件 是我们可以负担的 那当时因为我是聘雇人 所以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工作 那么我到UI以后呢 生活生活是非常小康 所以我们的第一辆车呢 就跟一般留学生要 我们的第一辆车 是350块钱的Vegan 勉强可以度日 第二辆车呢 第二年呢 我们换成一辆稍微大一点的Country Square 持有量非常大 但是在当时的汽油呢 是四马八 一个Gallet 所以当时这个大车呢 还可以 那当我毕业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改成Sumber 这是我们体会到American Dream 是慢慢的实现 那么1982年的时候呢 我们毕业了 毕业了之后呢 我有好几个工作 那么有一个工作呢 那么有一个工作呢 是General Dynamics 它是需要做股方的工作 所以呢 我认为这个工作要求很严格 尤其是Clearance 那么第二工作呢 是在Texas的Research 一个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Institute 第三个工作呢 是在Universal Colorado Denver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拿到绿卡 拿到绿卡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太太读的是硕士 所以我太太先毕业 她是1980年就毕业了 她毕业之后呢 她在Champagne Urbana 找到了工作 在US Steel 那因为我太太是MBA 而且专长是Computer Database 所以在当时呢 很容易找工作 那么从80年到82年 我们就拿到绿卡 所以当我们到Denver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有绿卡 找工作 不是一件难事 但是好处是 University of Colorado Denver 跟Water Department 都在Denver 所以我跟我太太 有两个人呢 所以仍然是在同一个都市 我们的 我们两个办公室呢 是within a walk-in distance 所以每天中午 我们仍然可以在一起吃中饭 Denver在当时 并没有华人的grocery store 我们1982年到了Denver 我们1982年到了Denver 我们所有grocery的shopping 都要到Downtown的日本店 在当时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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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Denver呢 发展得非常快 所以82年到90年 Denver已经开始大量的韩国人 越南人 中国大陆的移民 那尤其特别是 1986年87年 大量的越南难民 准许移民到Denver Denver Denver开始有华人街 有China Town 一接有中国的商品店 然后又增加了太平洋 远东 Denver所帽的生活 rim 就方便很多 我的老大呢 他在他母亲毕业的时候呢 他从nedав IRA 所以我老大呢,在1980年2岁的时候,就到英雄严,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那我们从Champaign Urbana开车到Denver来的路上,要经过Kansas这个高原区, 一路爬山,当时我们的车子都是老车,所以冒烟很多次。 所以我们要开开停停,开开停停,所以到Denver来并不容易。 我们当时在路上,我跟我太太,还有儿子当时只有2岁, 我们一直在想,我们究竟是要留在Denver,成为Denver的居民, 把Denver当成我们的第二故乡,还是在Denver做个两年三年,然后再回台湾。 所以我们在当时举其不定,我们当时就是要看City of Denver到底能够offer我们什么样的机会, 什么样的生活的形式。 那么如果我们喜欢,那么我们可以决定留在Denver, 否则的话呢,我们还是在当时,我们还是希望回台湾。 我的工作,Lower Division,就是大学部,我是在Denver,是为主。 但是我的博士班,硕士班,我的学生是跟Golderman混在一起。 一开始是assistant professor,那我七年以后呢,升为associate professor, 然后再过五六年吧,就升了政教者。 我跟我的,我太太在Denver建立起我们的事业。 当我们的生活安定,那么我们非常挂念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再三再四邀请我们的父母,搬到Denver跟我们同住。 我不仅是对我的父母如此,对我内人的父母也是这样。 当我父母决定到Denver来的时候,我的弟弟妹妹又舍不住我的父母。 所以他们也跟着我的父母呢,到美国来。 我们全家是以父母为中心,父母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 所以这样子呢,所以造成我们国家呢,全家从台湾移民到美国。 我父母到,我父母到美国来,是在台湾海峡两岸开放互相访问之前。 在当时我的父母呢,觉得到美国来呢,是他们唯一能够和大陆亲戚保持联系的一个方法。 那后来台湾两岸互相访问之后呢,这个禁忌就不存在了。 但是在当时我父母选择美国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很想念他大陆的亲戚。 所以在美国呢,对他们来讲比较方便。 通话,通话,通信,都很方便。 这是主要原因,我爸爸妈妈后来愿意到美国来跟我们一起生活。 我父母跟我住,刚开始都是我父母跟我住。 后来我弟弟妹妹,他们慢慢自己有事业的家,他们也在他们的住处都有给我父母预留房间。 所以我爸爸妈妈到后来就是三个小孩家里面,他们随时都可以住。 然后我们每一家都有小孩。 所以爷爷奶奶奶在哪里住都有内孙外孙陪他。 我老大是会计师,精算师。 我老二是眼科医师。 那我弟弟的老大是会计师。 老二的先生是眼科医师。 那我弟弟的老三是牙医。 老三的太太也是牙医。 我妹妹的小孩现在在JLP做事。 她是做Space Engineering。 所以我们的下一代总共有六位。 他们都是高学历。 然后很年轻就工作也成。 我们四位父母。 岳父岳母。 我自己的父母。 所以养老送中都在Denver。 我们在Denver。 我们全家目前在Denver将近大概有25口。 25位。 所以我们的祖坟现在也放在Denver。 所以我们小孩子在Denver长大。 那一业以后不管是在本地毕业或在外地毕业。 基本上都回到Denver工作。 从小他们都有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国家的子弟希望能够生在Denver,长在Denver。 然后也彼此互相帮忙成长。 都在Denver。 我是从1982年的8月就职。 然后2020年的12月退休。 所以前年后后呢。 我在学校里面工作了38年到39年。 那我训练了我每一年至少有两位到五位的硕士。 那每两年三年会有一位博士。 当然每一年都会有固定的学士班的毕业。 我在实验室里面常常要带大学部的学生跟我一起做实验。 那我在Denver做的很多实验。 多半都是有关于都市排红、排水、渠道、大坝、机场排水。 这一方面的工作。 那么我跟防洪局还有交通部、州政府的水资源部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我每一年都有执行一些研究计划。 那像这个工作呢。 就是做有关道路排水。 在实验室做了很多磨泥降雨。 那么洪水在街道上的排放的过程。 那么另外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也要做很多有关土壤。 跟水之间的关系。 那我的学生非但在课堂上要学习这个理论。 更重要的我带学生在实际的工程的场合里面。 我们都要实际去做。 所以我的学生不仅是要动脑更要动手。 因为我训练的是工程师。 我不希望他们变成理论学家。 那我的学生呢。 对一个工程的现场。 要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够看透。 而且能够标识。 懂得怎么样来跟大家communication。 能够解说得很清楚。 那我的学生常常对一个工程要从第一天。 他就要进入这个工程去了解。 那么一直到工程结束。 然后我们的学生都要有能力把所有的照片都能够做解说。 能够讲清楚。 那我们Denver呢。 是全美国少数的模范都市。 因为我们的防洪区是西部的一个模范防洪区。 也就是说Denver设定了美国西部所有防洪规范跟标准。 那么Denver呢。 主要是有几条大河。 South Plate River, Cherry Creek, Santa Creek。 那么这些大河常常会引发浓水。 而且Denver的发展非常快。 所以我到了Denver之后,我一直在找我对Denver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贡献。 让我能够产生对Denver有一种归属感。 所以我跟防洪局呢就建立了非常紧密的研究。 在研究的就研究上的一个伙伴。 防洪局呢是设定我们本地本州还有整个美国西部的防洪标准。 它总共有三本防洪手册。 这三本防洪手册。 我从1984年就参与。 这个手册里面里面的很多章节。 那我们要谈到理论。 我们要谈到做法。 我们要谈到数值分析。 电脑程式。 还有各种设计。 审核。 研发。 那我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那么防洪局的历届的局长。 我大概经过了。 在我的38年。 在学校的服务。 有三任连续防洪局的局长。 都是我的学生。 防洪局里面大概有70%的防洪局的防洪工程师。 都是我的学生。 所以我在Denver市政府有关防洪部门的工程师。 50%以上都是我的学生。 所以我在Denver呢。 不仅是对高等教育有贡献。 对我们本地。 土地开发。 土地开发。 防洪安全的各种设计的规范方法的开发。 我有贡献。 我对防洪人才的培育也有贡献。 我过去三十多年。 我的研究是土生土长。 我把Denver的酱油。 洪水。 它的特性。 跟Rocky Mountain的地形。 地磁。 风貌。 对我们当地。 水。 风。 阳光。 银水。 洪水。 的影响。 根据我的研究。 防洪局。 基本上采纳了我非常多的研究成员。 那么这些也就是让我觉得呢。 Denver慢慢成为。 我的第二故乡。 因为当我对Denver有贡献。 那我就有归属感。 我除了州里面。 我在2000年。 我在1996年。 我们柯州。 我们柯州的州政府。 也给我一张特殊表现。 的奖状。 表扬我对柯州的贡献。 那2006年。 2006年。 2017年。 连续两年。 连续两次。 是美国。 全美国土木工程师。 颁发我。 全国水文。 最佳论文奖。 同时。 那同时防务局对我颁奖。 很多次。 所以。 所有的这些。 这些recognitions。 也让我自己觉得。 我的工作的表现。 是被大家接纳。 我这38年。 在学校里面的工作。 最大的表现。 并不是在我的研究成果。 也不全然是在。 我对柯州防洪的贡献。 而他们真正感受到。 是我在教职工作上。 改变很多年轻人。 他们的生活。 跟他们的生命的目的。 所以他们认为。 我是。 我的真正的。 让他们感受到。 成为他们的模范。 是因为我对年轻人的关心。 对我的学生的爱护。 我虽然生活在美国。 但是饮水是远。 所以我对台湾还是非常关心。 所以我75年呢。 我当时是科工学会会长。 那我和台湾的接触。 从新府会。 到跟国建会。 那我透过各种关系。 当时送了六位。 我们科工学会的会员。 一起参加国建会。 2000年的时候呢。 马英九总统呢。 提出八年八百亿的计划。 因为台湾的洪水。 台风。 已经成为。 非常严重的灾害。 所以。 我在2008年的时候。 就替台湾呢。 组织了一个美国的团队。 那我邀请了。 那我邀请了。 德州。 台风预报。 和洪水问题。 那么。 一直到2013年。 我几乎每一年。 都带团。 很多时候。 我是自费。 那么。 主要的就是。 我对台湾的关心。 后来呢。 台湾希望能够成。 成立。 在大平邻。 成立一个。 紧急救难中心。 那么。 他们特别派个团队。 到美国来。 想要了解。 美国的救难。 防洪救难。 是怎么做的。 所以呢。 我召带。 台湾的这个代表团呢。 到美国来了解。 美国的。 防洪救难中心。 那么。 在2008的时候呢。 台湾就依照。 柯州。 的救难中心。 在大平邻。 也成立了一个。 全。 全国。 就是台湾的全国救难中心。 那么。 当时呢。 我也回去。 在他们开业的时候。 那我回去有些帮助。 那么。 从2000年。 一直到。 到2018年。 我对台湾连续。 15年到18年。 每一个暑假。 我都主动回去。 开会。 参加各种活动。 那么。 最后呢。 我把美国自宏的方法。 整套。 在台湾建立。 那么。 台湾最后。 在立法院立法通口。 那么。 使用我所提出的方法来自宏。 嗯。 那么。 这个方法呢。 现在呢。 在台湾已经普遍使用。 嗯。 呃。 台湾在过去的十年。 很明显。 嗯。 台湾减灾。 非常有效。 防治洪水。 非常有效。 那么。 这个方法呢。 开始。 开始。 在台湾接受。 广泛的接受。 那我在台湾的。 我在台湾的。 提出很多自宏的方法。 隔岸的。 隔岸的。 中国大陆呢。 他们。 也有同样的问题。 所以厦门呢。 在一三年的时候。 厦门也邀请我。 呃。 去了解一下大陆的。 洪灾的问题。 那么。 我在上海呢。 从一九九七年。 就。 不断的。 他们。 有派人来。 到我的学校。 来跟我学习。 呃。 有的时候也。 短暂的邀请我。 到上海市。 呃。 帮他们审核一些工作。 我到了北京建筑学院。 才了解。 我在美国跟台湾所提出的。 很多防洪的方法。 还有包括我的书籍。 都被翻译成中文。 呃。 呃。 在北京的高等学院里面。 全面使用。 嗯。 我个人虽然是在丹沃。 嗯。 呃。 建立我的教学的生涯。 然后。 我在丹沃市政府。 跟柯州市的州政府。 呃。 我提出很多。 防洪的方法。 也很感谢。 他们。 都愿意使用。 那么。 同时。 我对两岸。 我也是。 非常主动。 嗯。 来。 帮忙。 这个台湾。 解决洪水。 台湾的问题。 也帮助大陆。 嗯。 增进他们海绵城市的。 的技术。 跟发展海绵城市。 建筑上的一些。 呃。 设计。 规范。 呃。 我在柯州生活。 是将近四十年了。 呃。 我是很热衷。 柯州的。 社团活动。 因为我们华人需要互相帮忙。 所以。 柯州的早期中华联议会。 是我们柯州一个代表性的社团。 所以。 我跟我太太到了柯州之后呢。 我们一直就在中华联议会。 是终身的会。 嗯。 那么。 我也是。 柯州早期柯州联议会。 两任。 的会长。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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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文化 科工学会也是 Denver一个重要的社团 我也是科工学会 两任会长 很多任的 科工学会 我们都是培养 年轻的工程师 科技人员 尤其是我们华人 互相帮忙 那每一年呢 我们有选举 我们也颁奖 那我在科工学会里面 我一直希望 把科工学会里面的 很多人 技术 能够跟台湾 能够结合 然后同时 也能够跟大陆的朋友 大家互相切磋 因为我们都是在 等于是在技术方面 大家互相帮忙 不管我在台湾 在美国 在中国大陆 也都是希望 也都是希望 能够帮忙当地 减灾 然后增加 当地的公共安全 首先 先讲Denver的改变 Denver的改变就是成长 而且是快速的成长 Denver到 一直到今天 他的人口都是每天 一百人的增长 所以Denver整个都市的 都市的开发 很快 水资源会不够 那交通会交通 各方面都会拥挤 但是 一个都市呢 成长是正确的方向 然后Denver 有一两次 经历了economic recession 但是Denver 是一个年轻的都市 所以他恢复得非常快 那么 Denver 是年轻人 很多外州的年轻人 非常喜欢的地方 所以我们Denver的年轻的人口 多于老年的人口 所以这个都市是很有朝气 从华人的 华人的角度来讲 Denver在1986年 87年 将近2万多的 越南华裔 搬进Denver 一次性 所以对Denver的 华人的成长 很有帮助 后来的韩国人 那么 韩国人的人数也增加了很快 但是 我想 人数 跟数字增加了最多的 还是中国大陆 还是中国大陆的新营 他们有高学历 非常好的学养 在Denver呢 成家立业以后 他们所代表的是 另外一个新生的力量 那我们 台湾来的台桥 在Denver 在人口上的地检 在人口上的地检 最大的原因是 我们的留学生跟不上 台湾的年轻的一代 对留学的兴趣不大 尤其对留学美国 兴趣不大 所以我们近年来呢 所以我们近年来呢 学校里面 台湾来的 年轻的留学生很少 As a result 我们Denver 台桥 在年轻的 台桥呢 人口的地检 非常快 我发现了 10月9号 国父孙中山先生 就住在Denver 那么 这个历史的事实 我发现之后 那么我亲自到Brown Palace 去找Brown Palace的Manager 问他们 报纸上所登的 国父孙中山先生 10月9号 住在Brown Palace 是真是假 那么Brown Palace呢 就派了一位 历史学家陪同我 到Brown Palace 最顶楼的阁楼上面 去翻 他们所有的史册 那最重要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史册 就是 孙中山先生在10月9号 的登记 的住宿 住宿登记 上面有孙一仙YS 陪同孙一仙到Denver来的 还有一位姓 姓黄的青帮 他身上带有腰牌 当时的报纸 都有登 他们两个人的照片 他们这两位 根据当时的报纸 他们在Market 跟21街 中国大戏院 举办一个晚上的募款 那么他大概当时 听报纸上真是募了 将近五百多块 那么孙中山先生 当时的人头 是十万银人 当我把这个所有的 资料找到之后 我提供了Brown Palace 很多有关孙中山先生 在中国的一些资料 然后呢 同时 我跟我太太常常带团 去Brown Palace 去朝圣 像朝圣一样 那我们常常呢 把台湾的朋友 还有大陆的朋友 都介绍到Brown Palace 去瞻仰国父的遗迹 所以 Denver 现在已经是我的第一故乡 因为我在Denver 我在台湾 我27岁离开台湾 那我在Denver 已经剩过40年 所以Denver 这是我最习惯的地方 但是我对台湾是饮水事远 所以还是很喜欢 很关心台湾的事 对中国呢是文化历史的熟悉感 是文化历史的熟悉感